今天講的是神經型的阻斷劑 另外會再介紹 主要詳細介紹骨骼劑鬆弛劑 在藥理學上分類 藥理學上分類這個是屬於神經型的nicotine blocker 右邊這個是屬於muscle type的nicotine blocker 我們還是一樣簡單的看一下這張圖 因為這個會幫助你理解今天這兩大類藥物作用的地點在哪裡 自主神經底下交感跟副交感這邊是腎臟腺水質 他們釋放出來的ACH會作用在這邊 腎臟腺水質以及神經節的部分交感跟副交感 上面這邊所列出來的nicotine receptor 跟這一邊nicotine receptor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邊的nicotine receptor 我們會教他做神經圓形的NN 這邊是屬於muscle type的nicotine receptor 那就是說就是像這樣子nicotine receptor 分佈在這種神經肌肉的僵群 也就是接觸的這些突出的部位是屬於muscle type 那neuron type則分佈在所謂的神經節的這一部分 以及包含在中枢裡面大部分都是屬於NN這大類型的 那我們跟副交感神經也就是說前面這邊 跟muscle type receptor 也就是我們上一堂課講的這邊 它作用極轉nicotine receptor跟muscle type receptor 作用極轉最大差異就是說 muscle type receptor它的作用極轉是透過signal traduction 也就是說這邊的IB3DAG或者是Psychic AMP 這種方式就細胞內的訊息傳遞方式來達成 那NM或者是NN 它本身就是一個納離子通道的一個控制開關 控制開關 它們是由5個subunit所組成的 那當然這個結構上會有不一樣 它是可以看到這邊是兩個α β、γ、δ 那NN的話 它則是這個也是一樣是由5個subunit所組成 但是是α、β所組成的 那它主要本身就是控制納離子通道的一個進入 那這邊會寫到甲離子 最主要因為它們都是單 都是單架的正電的陽離子 所以有時候甲離子會偷偷摸摸的會 就可以混水摸摸的通過這一個channel 那在大部分教科書就直接就覺得說 直接會寫說就只有控制納離子 所以納離子是最主要的 那一部分的甲離子會會順水摸摸的通過這個channel這樣子 這個是今天最主要的主角 在介紹這個NN跟NN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卡通圖 NN是這樣子 剛才有講過它是5個subunit所組成 那α、2個α、3個β 這樣組成的一個channel 然後穿過這個cell membrane 化膜這樣子 好 那當兩個分子的ACH 搬離到這個α subunit 這個搬離子的時候 這個channel就會打開來 納離子就會內流 納離子會內流 那你的甲離子 然後一小部分的甲離子會外流 因為濃度關係 甲離子是外流 會外流的 好 那在NNN的話 一樣是5個subunit所組成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兩個α 然後有β、γ、δ 那它一樣是透過需要兩個分子的ACH 搬離上來之後這個channel才會打開來 那它搬離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在NN的話 它是搬離在α subunit上面 卡通圖畫在這邊 那如果是NN的話 它搬離的位置是在這個α跟δ 交接處 然後這個位置在這邊 那這個是在α跟β這邊 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另外最主要就是打開納離子 讓納離子可以內流進來 好 那接下來要講它這個 先介紹這個所謂神經結阻斷劑 它對生理的主要會有哪些的影響 我們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 它對心血管會有哪些影響 對眼睛 對腸胃道或者其他系統 好 我們先回到這邊來講 今天神經結阻斷劑 就是作用在這邊 作用在這邊 好你這邊阻斷了 阻斷 阻斷 你用藥物 讓這個ACH 去搶這個ACH的搬禮塞 把它block掉 讓它沒有辦法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 你的適當性水質 沒有辦法再適當初弄肺內病 以及肺內病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 交感者這邊底下的整個交感的系統 下游都被阻斷了 那原本交感會讓你的產生的生理作用都會消失 那副交感也會一樣 該副交感產生的生理作用都會消失 好 那這樣造成的什麼一個後果 就回到這邊來講 那我們從幾個 在心血管方面我們先看血壓 好 那我先開中民意的先跳到下一張 先跳這張來跟董哥介紹 因為前面這幾個 不管是血壓的變化 還是流汗 還是心跳 還是說腸胃道蠕動 膀胱擴躍肌這些消化線 脫逸性的變化 基本上只有有交感主導的 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血壓 一個是流汗 汗腺 這兩個是交感 其他的只要不是血壓 不是流汗 汗腺 這兩個層級探討的東西 都是副交感所主導的 所以這個先 你先有這個觀念之後 你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要講的這個 那對血壓為什麼是 血壓為什麼使用 清淨的阻斷劑之後 血壓會往下掉 我們在交感跟副交感 其實你要先講一下 血壓的調控機制是什麼 血壓第一個 你剛剛我們其實前面這邊 有讓你看到 你腎上腺水質 被這邊阻斷了它 腎上腺水質沒辦法再放出 腎上腺水質沒辦法再放出 這兩個就是最明顯 最最主要的生血壓的物質 那所以血壓 這一個位你可以很明確說 如果單獨從這方面來看的話 血壓當然是會往下掉的 那在交感神經方面 這邊阻斷了 那你交感神經本來興奮的時候 就是你會控制著你的血管上面的 alpha receptor 透過alpha receptor刺激你的皮膚 跟內臟的所在的血管 它會受損 那今天把它阻斷掉了 血管就舒張 血壓就往下掉 這也可以很理所當然的去理解 那這個腹腳感神經對血壓 有什麼調控的因素呢 你如果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你可能會稍微想到說 禮拜一的時候老師有講過 我們血管裡面有內皮細胞 內皮細胞受到ACH的刺激之後 會分泌出NO出來 然後擴散到隔壁的骨骼肌 平滑肌 平滑肌就會舒張 血管就會舒張 因為這樣血壓是會往下掉 但是這個是 這個跟前面的 所以它阻斷它的時候 血壓應該往上升 所以腹腳感神經阻斷 對血壓是有一點點影響 所以阻斷 如果純粹 你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腹腳感阻斷的話 血壓是會上升 但是anyway 你前面這兩個是 他至少2比1 這兩個系統比上這一個 那這個本來就沒有多大的一個 一個強勢的一個地位 所以最後就是血壓會往下掉 所以你第一個 你就是看血壓往下掉的時候 你要先想到剛剛老師講的 這個是為什麼會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藥理學都在思考 要有怎麼樣作用的道理 你要去想一下去說服自己 就是這樣子 你會方便自己以後再記憶 這些藥物的一個作用 再來看到 在血壓方面 血壓方面 再來看心跳 心跳 影響心跳的因素 影響心跳的因素 有 當然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說 因為血壓往下掉 所以心跳 那個 透過這個ballow reflex 心跳會增加 你可以這樣想也沒有錯 因為可能有一部分 是確實有這個因素 殘雜的 那教科書的解釋是說 那心跳 他是有心臟上面的SNO 所調控的 那SNO透過交感跟副交感 來支配 那哪一個比較強勢呢 他直接告訴你答案是副交感比較強勢 副交感神經支配 也就是你的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支配著你的 迷走神經支配著你的 透過這個M2的mascarine receptor 他會讓你的心跳變得比較慢 然後這一部分比較慢的程度 會遠大於 交感神經的epinethin 或nopinethin 刺激β1 來增加他心跳速度 會來的強很多 所以一旦阻斷了這個 使用神經的阻斷劑之後 副交感最明顯的 副交感受影響程度最大 那所以說相對的 他已經阻斷他之後 心跳就會變得比較快 比較快 所以是這樣來解釋 Anyway你如果說這個機制忘記了 你可以頂多就是想一下 血壓往下掉心跳就是反射性上升 你這樣要 這樣是可以幫助你記憶的 通常血壓跟心跳兩個是 就是一針一高一低 很少情況 但是我們今天會看到 有一個情況就是 有一個藥物他會使血壓升高 那也會使心跳加快 這個是那個比較特殊 那至少在神經的阻斷劑這一塊 因為神經的阻斷劑最主要用在 幾乎現在很多醫院 甚至說臨床都已經不使用了 其實你可以理解 因為你阻斷了 阻斷了這個膠感跟副膠感 又是腎上腺水質也阻斷了 這個其實對整個身體的影響是很大的 尤其你除了 除非是血壓控制到 沒辦法其他藥物都沒有控制下來 維繫器的高血壓 都控制不下來 誰要用神經結阻斷劑 因為他負重太大了 你膠感跟副膠感控制的 這個器官非常的多 你阻斷了他這些器官 等於都是罷工的狀態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大部分的醫院幾乎都已經停用了 這些所謂神經結阻斷劑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一下課本 有出的我們就還是要介紹一下 對眼睛來講 神經結阻斷劑 眼睛的話我們要想一下 眼睛 眼睛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紅膜或紅柴Iris 他的上面的這個放射機 放射機上面有α receptor 然後環狀機一圈一圈的 環狀機上面有 M3的 receptor 如果同學對前禮拜一的課還有影像的話 那這兩個分別 放射機是會刺激之下 透過α的刺激會讓 瞳孔放大 那環狀劑一圈一圈的 它縮縮的時候 瞳孔會縮小 至近迷走神經刺激會縮小 不是迷走神經 動眼神經 至近那個 瞳孔會縮小 那你把它用神經結阻斷劑 阻斷的話 那剛剛有講過 除了血壓跟流汗這兩件事之外 其他都是副交感去主導的 所以你會看到的 阻斷情況下 你會看到副交感 有先被阻斷的程度會影響遠大於交感 所以會造成散痛 這是對瞳孔的影響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講眼睛的時候 也會講到結狀機 結狀機 結狀機 我們在看近的東西的時候 結狀機要縮縮 那水晶器會變得比較凸這樣子 那長時間的結狀機的收縮 會讓你就是像在座有戴眼鏡的同學 或者像老師就是近視 近視的話就是結狀機收縮太久了 彈性沒辦法回得去這樣子 那所以在假性近視的時候 就是說小朋友還在國小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近視還初期的時候 假性近視的時候就會想辦法讓結狀機可以疏張 讓結狀機可以疏張 那疏張 疏張跟麻痺就是 就是一種 什麼叫疏張 你跟收縮來講 收縮的另外狀態就是疏張 那你疏張如果用藥物讓他可以疏張 然後一直疏張下去就是變成麻痺 就是你肌肉對外物的刺激 對藥物的刺激沒有再 不會再出現反應的 這就叫麻痺對不對 你像你腳麻的時候 你撬太久的時候腳麻了 你去拍他你就是麻麻的這種 就是麻痺的感覺 好 那所以結狀機 你膠感受縮的手段下去用下去 結狀機麻痺 那你就會看鏡的東西 就沒辦法看不清楚 就是對眼睛的影響會有這樣子 扇筒跟看鏡 看鏡會看不清楚 好 那對腸胃道 腸胃道一樣就是口訣一樣 它是主要是受副腳感為主的主控 副腳感主控 所以今天整理的主戰劣使用下去的時候 你的腸胃乳動會變慢 你的消化腺 胃溢 然後這個 尿液什麼的 反正只要湯湯水水的東西 乳動都會變 分泌會降低 然後乳動會變少 那時候也會比較便秘的情況 會有產生這種副作用 這是對腸胃道而言 那其他系統 那一樣如果是尿液 就是湯湯水水的部分 尿液會滋留 他也是副腳感主控的 剛剛講到有寒這件事情 有寒跟血壓是腳感主控的 所以這個是 流汗會下降 一樣是湯湯水水的部分 一樣神經節主戰下去 湯湯水水 包含了流汗汗液也是一樣 好 性功能障礙會發生 包含了所謂的射精跟薄洗都會有困難 這樣子 就是性功能障礙的一個副作用 好 所以神經節主戰器使用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麼多 你除了一般 除了說想要我們只希望說血壓 因為你真正對生命有危險的就是血壓太高 那危機生命的時候 那可能要其他藥物降不下來 你要降血壓 那這時候就不會在乎其他的副作用了 但是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平常時候這些 這些 該正常表現的 你把它給 給喪失了 那對你生活就會有很多影響 好 所以說這一張我才剛 一直跟同學先強調 你要先記一下 由膠感所主導的是血壓跟流汗這兩件事情 其他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 都是推給副膠感 好 好 那現在 神經節主戰劑就 床上使用的 除了用的很少 那有在用的就剩下這三個這樣子 那基本上都是處理高血壓的 處理高血壓 就是一般藥物降不下來 還是做非常危急的高血壓的情況 才會使用神經節主戰劑 好 那他有三個要介紹 一個是HESAMESOLUM 第二個是TREMESOLUM 第三個是MECALAMIN 那這個四級四級二級 那你就可以知道前面四級 就代正殿的 那代正殿的是在講什麼事情 就是他沒有辦法穿過這個所謂的BBB 那二級的話就可以穿過BBB 到達中樞 最主要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三個藥物 第一個HESAMESOLUM HESAMESOLUM的話 它的作用機轉是怎樣 它是直接塞住這個洞口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NICOTIN的 NICOTIN的RECEPTOR NICOTIN的RECEPTOR 它就是一個納力通道的一個控制 那今天這個藥物呢 就像一顆球這樣子 就塞住這個洞口 所以你塞住了之後 你不管是打開關閉 那NICOTIN就沒辦法流過去了 所以它是塞住洞口的作用模式 它是用來處理高血壓 你不用說特別去記 急性慢性還是危急 反正就是降低血壓用的 那再來就是醫院用的也很少 所以基本上只要知道它是處理高血壓就好 那副作用的話就不用再講 因為副作用就除了血壓之外 你其他這些 你想要降低血壓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其他的都是副作用 所以所有神經節的副作用都是類似的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圈 好 那接下來是介紹這個TREMESOLUM TREMESOLUM跟HESAMESOLUM不一樣就是 它是跟HCH搶這個binding sign 搶這個alpha 在alpha subunit上面的binding sign 搶 HCH沒辦法作用上去的話 通道就不會打開來 所以它就是說 站著毛坑不拉屎這樣子 站住這個位置 通道大力子就流不進來 就不會去激化 好 那一樣就是用來處理這種危機性的血壓 那副作用那就不講 就一樣 好 那接下來講的是這個MECALAMIN 它是一個二級 二級氨水它是可以通過中蘇的 那一般的話就是透過它是 它有製成口服劑型的 然後可以吃下去來處理高 讓血壓可以降低 那MECALAMIN 它除了說降低血壓之外 它還有一個阻斷中蘇的nicotine receptor 我們剛剛講過NN N這個 receptor 它分佈在神經節 它分佈在中蘇 也就是你的腦袋裡面 你的大腦裡面 那它可以去阻斷這個nicotine receptor 然後它有介紹說可以做為一種 可以去做為 它這個叫做transferable nicotine patch 就是戒鹽貼片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 戒鹽貼片的一個輔助使用 可以幫助對這個煙癮患者 來降低它對尼古丁的一個渴望 來達成戒鹽的目的 那當然這種戒鹽的方式 這個它基本上就是說 那為什麼你戒鹽 因為香菸裡面除了尼古丁之外 最複雜的就是膠油 那膠油就是被認為是 還有很多自來物質 那尼古丁不是 尼古丁沒有說被當成自來物 那但是它會讓你沉飲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說今天煙你很大的病人 我們就雖然說對尼古丁不好 但是相對有一點膠油的其他成分 對病人的對我們身體健康更不好 所以單純的 如果單純的是從這個兩者 就是什麼壞者取其輕重角度去想的話 那我們就會讓病人不要再抽煙 讓它貼這個含有尼古丁的貼片 尼古丁的貼片 那有些是做成口香糖的劑型這樣子 嚼著嚼著 那也是釋放尼古丁 就降低先慢慢的讓它降低對 讓它開始有一點點尼古丁的吸收這樣子 但是先阻斷了它對膠油的這方面的傷害 慢慢的再搭配著這個所謂的mechanamine 去阻斷這個你coating the receptor 你coating the receptor 來達成最終達成僵硬的一個方法 那在很多醫院有提供一個 提供一個戒嚴門診 那當然這個是 還有其他不同的戒嚴方式 那基本上都跟這個尼古丁的貼片 或者是繳釘有相關的一個搭配的一些藥物 是可以使用 那mechanamine是其中的一種 那這個就是mechanamine的一個介紹 來輔佐一個戒嚴的用途 好那接下來不作用的話 這個不用講 這個跟一樣 所以今天這前面的15分鐘就結束了這一部分 不是結束了神經節指端劑 因為神經節只有三個藥而已 那三個藥就是都是用來治療高血壓的 那其中mechanamine呢 還有這種輔佐接恩的用途 那它前面的這個 Hexa-mesolium跟這個Trimesophen 就是作用的基準會不太一樣 一個是篩住篩住洞口的 一個是跟這個半定因 HCH半定因塞牆這個位置 就是大概 你這樣就可以把這個神經的阻攔劑 先把它給掌握住了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所謂的 這個叫骨骼肌鬆死劑 那骨骼肌鬆死劑呢 它基本上在教科書有分成兩個面向來介紹 第一個叫做神經肌肉阻攔劑 那有些人就是把它畫等同 反正anyway 那這邊你作用在神經肌肉阻攔劑 主要作用在作用在作邊 作邊系統 那一方面另外一種就是作用在集水或是大腦 它是叫解晶劑 Sparasmolytic 就是解除精卵的一個作用 那你顧名思義 你就可以知道說解除精卵 當然就是說你今天抽筋 像你運動的時候腳抽筋了 去游泳的時候腳抽筋了 還是說天氣太冷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身體肩膀一直沒有放鬆縮著 那一覺醒來這種你的肌肉沒有辦法放鬆的情況 只要太久持續縮縮那也會抽筋 那不然就是像媽媽還是說抱著小朋友抱太久了這樣子 然後會閃到腰還是這些都是屬於叫做肌肉用於過度 所導致的一種精卵 那這時候它是會疼痛的 那要解除這種情況 就要降低肌肉的張力 所以這是用解晶劑 那解晶劑在使用的時候可以分成急性跟慢性 那急性就是當下在痛的時候嘛 就是急性使用 那這急性使用 你過了那一段時間之後 有些人就是會有習慣性的 習慣性的落枕好不好 習慣性的落枕 就是很容易閃到腰這方面的 那就表示你這個肌肉 你這個肌肉的狀態沒有辦法降到水平 沒有辦法跟一般人的肌肉張力一樣 它可能還是維持一個比較高水平 只是還沒有到達抽筋的那個程度 那這時候就是屬於要需要 可能要吃一兩個禮拜的藥 就慢性使用這樣子 那左邊這邊的神經肌肉主端劑 一般用途就是說 你最常聽到的就是在做病人的插管 然後把那個管子從你的嘴巴放進去 放到這個器管 這種醫院的這種 在做這個插管動作之前 要先讓我們病人的喉頭肌 這個頸部的喉頭肌可以塑張 這樣管子才容易放進去 最常看到的是大概這種情況 它可以分成所謂的非去極化型 跟去極化型的藥物這樣子 去極化型只有一個藥物而已 所以其實今天的課程其實是蠻簡單的 搞不好一個多小時之後 大概就可以提到下課了 好 我們開始介紹 首先先了解一下 生理學方面的一個電傳導之後 神經 你的神經細胞把這個 那個這個電壓 電位 理工科叫做電壓 我們在生理上叫電位 這個電位這樣傳下來的時候 跑跑跑跑到這邊 碰到你的鈣離子通道 那鈣離子通道感受到這個電壓 就是像你把插頭插到插到插座裡面一樣 他這個 蓋離子碰到這個電壓來了 它打開 就是voltage gate 表示它是一個電壓感受型的 靠著電壓它就會感受 它就要打開 蓋離子內流引發 HH的一個 散透氣質 被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 HH 我們剛剛講過 它作用在Nm 我們這個 因為今天講的 現在開始進入 不是Nm 是屬於Nm的reservation 好 它鈣離子 HH作用在這個reservation之後 做在這個reservation 鈣離子就流進來 鈣離子流進來 鈣離子流進來 電位就會改變 細胞膜電位會會改變 那細胞膜電位 鈣離子 剛才流進來的時候 是HH這個channel打開那裡 然後這個電位會開始 細胞膜上電位會改變 細胞膜電位改變會 會誘發另外一種 也是屬於 鈣離子通道的這種叫做 voltage gate收電channel 所以 所以這個你可以把 那這個跟這兩個都是鈣離子通道 那這種 HCH這種叫做 ligan ligan gate的收電channel 就是Nm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 有一種就是跟這種 鈣離子通道是 收到電壓調控型的 那這個 這一邊的鈣離通道是 收到電位調控型的 voltage gate的收電channel 那這收電channel 一打開 那又很多的鈣離子會流進來 所以 摩電位會進一步的被放大 那這個 那鈣離通道 它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摩電位越來越複合的時候 它會透過這個所謂的 Transverbal Turbo 那它的會去透過這一種的一個 一個構造 谷歌機裡面這一種構造 會把這個摩電位電壓 放大的更深更廣 它提供一個更快速的一個電壓的改變 把這個摩電位到整個一個肌肉擴散開來 那摩電位的擴散呢 這個會引發 再進一步的會引發激降子網中的 激降子網中的這種 它是儲存 激降子網是儲存這個鈣離子的最主要的大本因 那鈣離子收到這個電位的一個刺激呢 摩電位的鈣離子 摩電位刺激 它又會釋放出鈣離子出來 更多鈣離子在你的肌肉細胞裡面的話 就會引發 引發這個跟Troponine C 跟Troponine C結合 然後透過這些Milesine 18的降伏作用 然後造成你的肌肉所說 所以這一整段就是從這個一剛開始的神經放電 到最後你的肌肉所說 你其中底下故事就是這樣子 這大概的故事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要再更 回顧一下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生理學的書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今天要剛好講到肌肉的鬆弛跟麻痺 其實就是鬆弛一直鬆弛下去 就是變成麻痺狀態了 對外物的刺激 對電的刺激都沒有反應 叫麻痺 所以說他如果使用這種神經肌肉刺激 使用下去的時候 他的肌肉的麻痺順序是有一定的一個順序存在 就剛開始會被感覺就是你眼睛周圍的肌肉 你眼睛周邊的肌肉它是小肌肉形 然後會快速反應型的 然後最先被麻痺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入你的這所謂的吞咽 吞咽肌的部分 頸部肌肉對吞咽肌 所以一般我們要插管的時候 其實這部分應該是很快的 如果藥物作用下去很快的話 這部分會先你會先被影響 那吞咽肌被影響完之後 接著就是臉部四肢去幹 到最後就是你的呼吸肌 你的橫膈膜或這邊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這邊中毒的 你用充止器使用過度中毒的話 那可能就影響呼吸 會呼吸困難 那今天如果使用的 讓它恢復的話 順序就是由下往上這樣慢慢恢復回來 這大概就是 那另外也可以提到就是說 使用這些肌肉充止器的時候 它基本上疼痛跟這個意識 是不會被影響的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就是說它不會幫你降低痛苦 那你意識也不會因為 你也不會因為使用了肌肉充止器之後 你就整個人就混睡過去了 也不會 好 那接下來介紹這個所謂的 非聚集化型跟聚集化型的這個藥物 那這邊有括號 非聚集化型的就是compative 就是競爭型的 那所謂的聚集化型的就是非競爭型的 反正N 這個浪子能出現在其中一個 你不是 你這個浪不是接在deployation 不然就是接在 non-compative 你不可能 你不會同時出現 在兩個 在這個英文字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記憶的方法 等一下我們再跟你講一下為什麼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看一下這個卡通圖 卡通圖告訴我們說 今天這個channel是關閉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sodium channel 納粒子通道 那這個就是藥物在這邊 好 那今天如果是非聚集化型的 這個搬停到這邊的時候 非聚集化型的 你搬停到這邊這邊還是關閉的還是關閉的 納粒子通 納粒子還是一樣不會流進來 既然他除了說他是非聚集化 你去想要非聚集化 為什麼要叫非聚集化 他關閉就關閉了 你們是關的已經鎖上了 你讓他再鎖緊一點 還是不會有人進來 這時候他摩電話不會有改變 所以他是非聚集化型的 相對而言 聚集化型的就是這樣子 你今天原本是關著的 聚集化型的集合上去之後 這個SCH的控制納粒子通道打開了 納粒子通道打開 納粒子就流進來 納粒子流進來 磨電位就是變得比較不那麼的負 就是變得比較正一點 就聚集化了 電壓變高 聚集化 所以叫做聚集化型 聚集化之後 結果這個藥物分子 又把這個洞口塞住了 這是他的一種說法 一種解釋的道理 解釋的理由 他又把這個洞口塞住了 所以從去集化又再集化回來 那這時候 就等於就是關閉的這個洞口 跟左邊是一樣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 這種去集化型的 他分成Face1跟Face2 Face1指的就是第一時間很短的 可能一兩秒而已 你磨電位會有去集化 磨電位會去集化 然後之後你藥物分子塞住這個洞口 然後又再集化回來 所以是這樣子的區別 那這個是在電生理學上面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今天如果給這個病人去集化型的肌肉衝刺器 病人第一時間會怎樣 你說磨電位去集化 他肌肉是不是會收縮 對喔 然後病人是會抽絮一下 他可能會痙攣 之後就會完全肌肉放鬆了 所以是可以跟這個磨電位跟這個 他的行為表現是可以有所觀念的 那像這一種非去集化型的話 你給下去 病人就是直接肌肉就鬆掉了 他不會像這個左邊 右邊這邊去集化型的話 會先縮縮再 會先筋軟然後再鬆弛 這是在肌肉表現上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直接摊了 直接舒張 一個是先縮縮再攤掉這樣子 好 往下來看就是說 今天的在醫院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氣管插管 可能是同學最常聽到的 要先給肌肉鬆弛劑 讓這個火頭肌這邊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說 你在肌肉鬆弛劑使用的時候 火頭肌其實很快的會被鬆弛 這邊鬆弛的話 這個管子就可以這樣放進來 放進來 以前同學可能會比較不了解 插管以為是從這邊插進去 不是這種 如果直接 你像有些電影在演的 拿那個 那個筆啊 原子筆這樣 筆清拿掉 然後桶子這樣直接插到這個 氣管裡面 這種其實叫 在醫學上這樣叫氣切 當然就是要手 在醫院的話可以用 用這種 手術刀先把它割開來 再放進去這樣子 那你在外面的話 可能就直接 像電影所演的 直接拿一個空的管子 這樣插進去 幫助呼吸這樣子 好 那除了這種 氣管插管的之外 另外呢 你像全身麻醉劑 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今天在 這個病人要進行全身麻醉的時候 他不會只有使用全身麻醉劑 他還會搭配使用這個 所謂的肌肉鬆弛器 那一方面呢 可以降低肌肉的反射 那也可以降低麻醉劑的使用量 有這樣的好處 那在電筋卵治療 也可以應用這個 肌肉鬆弛器 最主要是在 有一些憂鬱症的病人 這種電筋卵的刺激 是其中的一種治療的方法 那可以 如果事先 如果搭配肌肉鬆弛器的話 可以讓這些在電療過程當中 的痛苦可以比較減緩 那換氣 尤其像 你如果說像這種COVID-19的話 他有時候呼吸 嚴重的肺炎 那呼吸不到空氣 那這個時候可以 也可以搭配一些肌肉鬆弛器 增加這個 胸腔壓力 可以增加這個 讓病人可以 可以呼吸得到空氣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就是 骨骼器 肌肉鬆弛器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時機 好 那 接下來大概幾個藥 十來個藥會 跟同一個做介紹 我們首先先介紹 這個配聚集化型的 你就先想到 你看到字的時候 你要先想到 配聚集化型的就是 藥物結合到結合到這個 Recept之後 這個channel不會打開 他一樣就是直接讓他關閉的 直接讓他關閉的 不會產生摩定位的變化 不會去集化 就有這些 這1 2 3 4 5 6 有六個藥物 我們看一下 首先這些對去集化型的 他可以 你先 他在我們利用這個藥物的結構 都可以分成所謂的 Isoquinoline類的衍生物 跟Steroid的衍生物 Steroid跟 好 那這兩個衍生物 其實你從他 藥物的命名 你可以看 你可以 推敲出來 他是屬於哪一類型的衍生物 這個 你當然不用去記結構 你不用看結構 但是你要 你要會認這些藥名 因為認這些藥名 會幫助你去記憶說 他會不會有 主治安釋放的一種副作用 或者說會不會有抑制迷走神經的副作用 最主要就是說 你看這件事 你除了除了這個 Tubocrylin之外 你以CURIUM結尾的 CURIUM CURIUM 這類這幾個東西 都是屬於Isoquinoline類的 他的副作用就會怎樣 他會有主治安釋放 會有主治安釋放的一個副作用 主治安釋放會怎樣 你可能會起疹子 可能會 臉部會嘲紅 這些身體症狀表現出來 好 如果 CURIUM類的話會怎樣 CURIUM類的話 他 他會有本身會有結抗 迷走神經的作用 那你 迷走神經興奮的時候 會讓你的心跳變得比較慢 那你今天把他結抗掉了 那心跳就會加速 心跳會加速的副作用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他是 CURIUM結尾 你看這邊 CURIUM CURIUM 一樣 ONIUM結尾 這種就是固醇類的 固醇類衍生物的結構 所以他 他會有行跳加速的副作用 所以 首先你要先 先要會從這些藥名去辨別 他是哪一類型的 的衍生物 然後再去 再去反射性的說 ISOQUINORNAD會有 阻止和釋放的副作用 那這一類的會有行跳加速的副作用 所以 接下來先介紹第一個 我們先講ISOQUINORNAD 就是 這是劍毒 TUBOQUINORNAD 這劍毒 你們去看劍毒 其實有很多 顏色很多 多樣化 顏色都很鮮豔 都很鮮豔 這劍毒 以前在 我後來去查一下 那基本上以前在土豬 他們是把這個劍毒抓來之後 青蛙抓來之後 把他們 他們 毒素分布在皮膚塞上面 有皮膚的分泌 他們把他抓來之後 當然不能用手直接抓 可能會用樹葉包子 他還是用布 Anyway 就是 手不能直接去跟這個青蛙接觸 然後把他抓起來之後 然後把他用竹籤 把他串起來 從嘴巴這樣 然後把他串起來之後 然後放在火 放在火上面去烤 烤的時候皮膚的這個白色的這些 含有這些TUBOQUILALEEN的汁 就會流出來 然後就把他塑集起來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同學 以前我還是 你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 這種青蛙他不會被自己毒到 他會分泌這種TUBOQUILALEEN 那為什麼自己不會麻痹 後來這個是 就去問Google大神 他告訴我說 他告訴我說 他們的 Nicotin receptor 的一個氨基酸突變 所以他的Nicotin 不會結合到他們的Nicotin receptor 這種見毒不會結合到Nicotin receptor 所以他們 基本上就不會自己毒死自己 好這大概就是體外化 這個見毒 當然臨床上面有在用見毒 這是對見毒的 他是Non-available in clinical use 他特性就是說會 對這個堵質案的釋放是很明顯的 他會造成這個血壓下降 然後可能會造成你的 支氣管會痙攣 支氣管會痙攣的這種副作用 他還有 其實見毒 他還有神經節阻斷作用 我們剛剛 我們這邊看到的 就是神經肌肉阻斷劑 神經肌肉是作用在骨骼肌這一塊的 見毒本身 他在劑量比較高的時候 他也可以作用在NN receptor NN receptor上面 這是大家見讀的一個介紹 接下來介紹這個所謂的Aquinolium 也是Aquinolium的結構 這個Aquinolium 其實醫院用的也不多 不多 因為他有一個很嚴重的不好的地方 首先是Aquinolium 他會自發性的裂解 就是說自發性的裂解 這個過程叫做Hoffman Immination Hoffman Immination 他會自我了斷這樣子 自發性的水解掉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肝腎 所需要的鎂都不用 他會自己 他也不用靠血液的NN 他自己會自發性的自我了斷這樣 這是他的好處 但他有個壞處就是說 他會在自我了斷過程當中 他產生了一個叫做Laudenocin 這種化合物存在 這個東西會觸發 會激發電間的發出 所以對於有電間病人的 病死的病人 是有很大的風險 會造成電間的發出 你也不曉得這個病人 到底有沒有電間的病死 那有的話當然不能用 沒有的話 你沒有說你也用下去 他搞不好就電間就把它做 所以不好用 理論上不好用 就用的比較少 他一樣會有 因為是屬於Isoquinone液的衍生物 所以是有土脂肝釋放的一個副作用 好 這個是Aquinolium的介紹 重點就是自我了斷 然後有一個Laudenocin 會造成電間副作用的這種特性 然後Aquinolium 好 下一個 後來就找到了 跟Aquinolium的雙胞胎兄弟 叫做SysAquinolium 他們是靜相依購物 前面有個CIS 是Aquinolium的靜相依購物 好 這個他就不會 他一樣會自我了斷 自我了斷 但是他不會產生 他的結構不差異性 他不會產生 這個Laudenocin的這種產物出來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造成癲間 也不會 也比較少產生這種 組織胺釋放的一個副作用 所以目前在很多醫院 應該說醫院用的最廣的就是這個 所以它是most commonly used 在臨床上 所以這個一定要記 SysAquinolium 你記這個當然就是了解一下 他的之前前一代 他的兄弟 這一個的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他這一個是用的最好的 用的最廣的 SysAquinolium 好 那Viva-Clinolium Viva-Clinolium 是Aitoquinolium 那種最短的Dulation 那種時間最短的一個 肌肉充實器 那他的特點就是 由血漿裡面的膽減之煤來代謝掉 你就是因為他的這個 因為血漿的膽減之煤很多 所以他這個藥物打到身體裡面之後 他的Dulation就會相對的就會比較短 你這個可以互相的去理解 幫助你記憶 因為這個血漿的膽減之煤存在 所以他就很快的被代謝掉了 所以Dulation會很短 好 那接下來有一段的話 跟這個Viva-Clinolium 是有關係的 就是這些所謂的 非去極化的肌肉充實 包含這一個Viv 他們的解讀劑 大部分就是 大部分的非去極化解讀劑是 Chronin-Asterate-Inhibit 就是膽減之煤的意識劑 這個東西 你把它 我用這個來講 他如果中毒的話 你必須要使用 必須要使用這個H-E-I OK 但是今天很不幸的這個家伙 Viva這個家伙 他是由膽點之煤所代謝的 這時候你用膽點之煤 一直盡把這個抑制掉了 你把它抑制掉了 這個濃度不就是增加他的濃度 增加他的Dulation作用期間 所以 所以 這個 Viva-Quinolium 以及等一下會介紹的 這個 首先 Chronium 這兩個肌肉充實器 這兩個肌肉充實器 都不能使用 這個所謂的 Bipostigmine來解讀 或者Neurostigmine來解讀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我們看一下 這個底下就是這樣介紹 你這個 Viva-Quinolium 他要經過膽點之煤之後 他才會變成inactive form 他才會被代謝掉 那你今天如果把他 這個NNM抑制住的話 他就沒辦法被代謝 所以他的毒性會越來越強 那其他的 這個位置如果換成其他的 像是Sys-Quinolium的話 其實 這個Sys-Quinolium的話 也 他其實會自發性的裂結 你也不需要用這個 去 用這個去解讀 等一下我們來看其他 就其他 你除了這兩個藥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 如果有需要肝腎功能來代謝的話 就需要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ACEI 來當作解讀器使用 那一樣 這個還是 這個是 把這句話 把它用卡通圖來解釋 就今天這個非去即化型的 這個藥物結合到這個 reserve之後 它會造成這個關閉 造成它關閉 那你關閉的話 你今天如果就中毒 去即化的這個 這個藥物如果過量中毒 它就站在這邊 要怎麼樣解讀 那基本上藥理學方法就是 我們趕快再找原本的救星 救星是誰 H 是你內生性的HCH 那你怎麼樣讓內生性的HCH 變多 你如果你說老師我直接同靜脈打HCH 一下打進去HCH 被單點之鎂給分解掉了 所以不會直接打HCH 那我們就給單點之鎂的抑制劑 我們讓這個單點之鎂抑制劑 把它抑制住了 讓你突出今天的HCH 量變多 那就跟這個藥物去做競爭 讓這個channel有機會打開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解讀器的原理 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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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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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